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怪物学院 大家今天又开始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你们都有一张同样的藏宝图 但是只有一个宝箱的宝藏是真的 所以说看看谁能找到真正的宝箱了呀 小白直接就打开了一个最容易的 想着一只狗子 糟糕 被一张骨头咬了 哦吼 这也太惨了吧 下一位下一位 骷髅妹开始出发 这么难得到的箱子 应该会是真宝藏吧 她还在想象着 Him老师藏宝藏的样子 不错的剑法 这个宝箱里面会是 哦 惊吓玩具 好惨呀 现在轮到墨引人了 看中了水中间的宝箱 因为水里面是最难的 大家都喜欢游泳 墨引人是不能碰的 所以水中间宝箱肯定是最好的 看来她是想坐小木船过去了 真简单的小木船 不知道箱子里面是不是真宝藏呀 让游过来了一个守护者 糟糕了 墨引人挺飞了 太强了吧 下一个是 杨氏同学开始行动 糟糕 地图都忘记拿了 给她凋零一个屁就离开了 看来她也有了想去的宝箱 直接就爬上去 还差一点点 看来使用梯子比较好 啊这 实在是够不着啊 还是回原地 开始了僵尸的爆破行动 完蛋了 没想到就这样被自己送走了 Tim老师也是够惨的了 下一位挑战的是猪妹 她决定去高引的走道上看看宝箱 这么高的地方 宝箱应该是在这里了吧 大树顶上 她就这样接着往上爬了 哎 不对 她居然想用这个绳子拉着树 然后弹到上面去 糟糕 这个有点高了 始终还是够不到那个杉子 每次都只差一点点 实在是太难了 猪妹也就这样放弃了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小姜 我就不能和他们一样了 这房子虽然是很高 但是只要我用东西垫上去的话 那还是比较容易的 宝箱这么快就能拿到了 难道说 哇塞 满满一箱子的钻石 走吧 小姜你落坏了 不错不错啊 糟糕 土驴爸似乎人都不要这样的刺激 才要爆炸了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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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